为今年二战胜利70周年 美国政府在华府国家广场举行纪念活动 我国驻美代表沈旅巡应邀出席 这也是台美断交36年来 我国首度获邀 沈旅巡以驻美代表身份与退伍军人 在纪念碑献花处 智上有中华民国国徽的划圈 表达对战争中阵亡将士的憧憬 也显示美方对中华民国的尊重 每一个中华民国军人那个时候 帽子上都有这个国徽 其实我们非常享受 虽然我们跟美国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有些一阶上是有一点点的不同 但你看我们参加了 我们跟二战的这些英雄们在一起 这个是最重要的意义 首度出席美国官方举办的 二战纪念活动 沈旅巡进一步强调 能有这样的转变不容易 非常感谢美国友人的帮忙 但中国大陆事先不断向主办单位 施压抗议 并以献花的花圈上 由中华民国国徽为由 拒绝出席表示抗议 对此沈旅巡不愿多做解释 他们他如果要真正纪念抗战 他们也应该在这个国徽之下 然后他们这个缺席 我不愿意多做解释 他们自己要跟自己 跟抗战的老兵解释 为什么在华盛顿那时候 中国最主要盟邦 一个正式的场合 为什么他们可以缺席 因为现代的政治问题 我现在不愿意 搞到现代的政治问题 这场纪念活动还包括澳洲 菲律宾 缅甸 印度 以及多位欧洲国家 众美官员共同受邀出席